肯德基宣布从12月22号开始 也就是明天开始要调整部分的餐点价格 整体的平均调幅达到6.2% 台湾的肯德基就表示考量整体的营运成本 以及全球肌肉供应链的影响 经过全面的评估之后 宣布从12月22号开始调整部分餐点售价 包括了单点的炸鸡调幅6元 薯条调幅4到7元 卡拉基腿宝调幅6元 花生熔岩卡拉基腿宝调幅11元 原味的蛋塔调幅6元 而过去10年来从来没有调整过价格的饮料类 热的意识咖啡调幅1元 奶茶可乐冰柠檬红茶调幅3到5元 部分商品的价格则是回时不变